2年42歲的余文樂曾在2000年時戀上唐詩詠 期間亦曾與多位女星傳過緋聞 去到2017年 余文樂與台灣皮帶大王千金黃唐雲結婚 並專注經營潮牌生意 早前去重返大銀幕 主演內地動作電影、著迷任務 可惜票房仆值 更被內地媒體形容為暑期當第一炮灰 上映前兩天更加突然宣佈切當 不過仍然無阻余文樂的心情 以前有網民就拍到余文樂現身日本 買炒價潮鞋 還搭著Keef Tokyo主理人的肩膀合照 有紙身的波鞋炒價高達3000元港幣